阿兵哥大合照总是开心乱比手势 不过现在传出为了避免选举联想 国军下令禁止乱比手势 设立成功 喊设立成功很自然就会比出叶 但以后要禁止 因为会想到台湾加油站二号马总统 还有像以前每个飞官站在机头 操帅气竖起大拇指 以后也不行 因为会比到民进党候选人一号蔡英文 还有虽然合照很少人会像前国防部长李天宇 那么爱比OK 但这个手势同样禁止 不用说当然是会想到三号宋楚瑜 但阿兵哥抱怨 这样会不会太犯政治化 顾虑要所谓号次有问题吗 什么一号二号三号 没有耶 不是要求部队就恐呼站立强 然后手势的是握拳头 握拳 这个合照握拳就是国防部在一年多前 推出的规范手势握拳 然后高喊站立强 其他手势通通出局 其实还有一种合照手势绝对没问题 就是大家一起敬礼 这样总不会有人想到五号吧 好 我们看到了国防部的发言人 那是轻描点 说没有啦 他说我们的手势就是这样 但是我不晓得这个创下 你觉得是我们记者多虑了 还是真的这个军队现在很怕 说被讲行政不中立啊 所有就干脆不要一二三四五啊 干脆拳头就省了所有的事情了 不是 我觉得选举到最后 让大家早点心闻少点花雪就算了 不过那记者都已经讲了 一年多前就已经规定是这样 扯这个时候记者也不需要强加联想 我相信如果是一年前就已经 国防部规定是这样子了 你这个时候再扯到这个什么一二三 我觉得那个记者有时候做新闻 也不需要如此了 交往国正 这个手势也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手势 这也不错 这个希特勒也误过 太多了 所有的手势都如果你比付下去 没几没了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交往国正了 让他自然一点吧 但是你没有交往国正 很容易被人家做文章 对不对 万一一个部队几个警官 我比这样 就说你看你们就不中立 他在立法院是可以构成 一场反对党的记者会 对 我不骗你 我觉得不需要去太交往国正 我出去都比这样 这个好 对啊 都比这样 也好台湾国民规定 是啊 都比这样 那带他照相 现在年轻人都比业啊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我觉得 军人建议都是五号 五号 五号 对啊 都是五啊 对啊 所以这没有什么好 不过你想想看 这是一年多前的一个规定 然后记者都可以拿来做新闻了 今天如果真的有一个部队 然后呢 他就是集体在拍照的时候 比了一个集体的手势 我告诉你 你们电视台的记者 一定把他拿来做新闻 说这个部队下令啊 要大家支持谁啊 而且不用多 只要一个小阿兵哥出来爆料说 我们长官规定 我们比什么手势 一定就会有一个行政部中立啊 这个人是支持马英九的 还是支持蔡英文的 还是支持宋楚瑜的 你说这种新闻会不会做 我看我们的新闻台一定做吧 我在想说在马英九执政时代 如果你比一的话 还比较没事 你比二的话 这个比马英九的话 可能问题比较大一点 但是其实我们从刚才 这一则的趣门里头 可以感觉出来 台湾的这个政治对立 真的是蛮严重的 这么一点点事情上 也可以大作文章 所以我觉得军队 如果有多一些的思考的话 也是可以在意料中心 因为真的被 就像风轻讲的吧 被修理惯了嘛 就是 军队不愿意惹是非嘛 对 现在大家都怕 因为刚才说了 任何一个人随便说一下 他就惹祸上身了 但是实际上 过去不是有个歌叫快乐出行吗 是 我觉得大家选举快快乐乐不是很好吗 每个事情都这么紧张 这是因为现在的风气所指南的 对啊 而且现在因为动辄得救了 你看有一家报纸 你只要有个什么 他都把你做头版 就说你看就是这样 就是那样 那其实都不是 常常最后误会 或者怎么样都已经知道说 根本不是他讲的这样 他也不帮你沉浸 这种报纸在台湾 他是发行量很大 发行量很大不一定卖得好 有很多是送的 但是为了选举 什么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你说什么媒体大亨 有朋友call in进来说 他很有钱 他不会做这事情 他不是为了钱吗 他目前不是为了钱 他是为了一个嫌疾结果 所以看嫌疾 真的看门道 今天谢谢余收看 谢谢 谢谢余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我下周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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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收看 我下周再会